第零章,我要當明星 張業覺得他這一生很精彩 上個月,他開了第32場個人演唱會 行星天,聯合國秘書長老潘邀他共青晚餐 昨天,美國好萊塢三地科幻大片《鐵道如基隊》 請他飾演男主角 作為一個優秀藝術家 張業一直都很吸取、感慨 他的人生還有什麼遺憾嗎? 沒有,簡直非常完美 要飞瘦人生有什麼瑕疵的話 嗯,可能就是他愛吹牛屁的毛病 一直都沒有改掉 前面是瞎吹的,瞎吹的 張業實際上是一名英季畢業生 大全世界中平方的不能再疲乏的一個小人物 他的夢想就是要當一個明星 不管主持人也好 歌手也好、作家也好 只要出名就行 他的眼界還相當高 他不當想成為明星 還想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大明星 就是他畢生的奮鬥目標 從沒有放過放棄的念頭 明天就是去廣播電台 面試波音主持的日子的 他心裡還是沒底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可能是昨天睡晚了吧 他做了一個夢 夢中 唱了這幾行立體小字 安裝遊戲 確認玩家 遊戲也安裝 你是此遊戲的唯一玩家 這是一款幫助玩家實現夢想的遊戲 以檢測到玩家的夢想目標 遊戲擬定結束 遊戲主線結局設定完畢 幫助玩家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明星 遊戲難度最高 請稍後 正在隨機抽取新手獎勵禮包 獲得獎勵隨機修改現實世界背景 倒計時 5、4、3、2、1 遊戲開始